1937年,维克多哈苏先生在瑞典创立自己命名的维克多摄影商店。 1969年,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表面,胸前配备一台哈苏HDC相机,拍下了人类的一大步。 被设喜爱的P2式乐队穿越了Abroad马路,著名摄影师道格拉斯·可可兰拍摄了《玛丽兰梦录》。 迈克尔·杰克逊第一张专辑《Off the War》封面,甚至我们每天打开微信时看到的那颗地球, 它的原作叫做Blue Marble蓝色弹珠,同样来自被带上太空的哈苏相机。 以上是时间维度上的哈苏历史,而今天哈苏融入到了这颗最新发布的一加9 Pro上。 所以这一期视频呢,我打算从空间维度的形式,带大家一起体验一下这部刚刚发布的一加9 Pro。 所以接下来请跟我走吧。 刚才看到的这段视频全部使用一加9 Pro拍摄,它是全球首批可以拍摄4K 120帧的手机镜头。 这次一加哈苏合作,联合打造了一加哈苏手机影像系统。 它拥有主摄级的超广角,采用IMAX 766传感器,参数给大家打在公屏上了。 它也支持8K 30帧的视频拍摄。 一加9 Pro主摄采用了IMAX 789传感器,1.35英寸的大底,参数如上。 支持4K 120帧的视频拍摄。 其实刚才视频中很多的升格画面就来自这枚镜头。 那不知道现在的小伙伴们,你们经常会用到4K的视频拍摄吗? 如果会的话请扣1,如果不会请扣2。 那作为一个视频工作者,我当然是扣1了。 那这部一加9 Pro其实除了拍摄高规格的视频画面之外, 它拍出来的照片非常有哈苏的味道。 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穿梭世界各地,看看不同空间下的哈苏自然色彩。 对于很多专业摄影师来说,哈苏相机拥有非常好的色彩科学。 那一加联合哈苏从传感器硬件到拍摄场景, 对色相饱和度、明度都会进行调校, 所以才能带来现在哈苏上的标志性色彩表现。 哈苏从传感器硬件到拍摄。 那如果你觉得哈苏自然色彩不够味, 你还可以选择哈苏专业模式。 在这套哈苏UI风格的界面中, 用户可以像操作一台哈苏相机那样, 手动调节对焦、ISO、快门、白平衡等参数, 同时可以输出12bit色深的DNJ RAW格式的图片, 为后期带来更大的创作空间。 虽然我还不曾拥有过一台哈苏相机, 但这次一加9 Pro确实带给我了非常哈苏的影像体验, 还有一些交互上的小细节, 比如标志性的橙色快门按钮, 以及哈苏标志性的快门声。 那其实除了能够拍摄高质量的图片和视频, 我们还需要一块很好的屏幕来欣赏它们。 在发布会之前,刘作虎在微博上就说, 一加9系列绝对是2021年屏幕的天花板, 想成为天花板就一定要具备人物我有的屏幕特性。 这次一加9 Pro也是首批采用了下一代屏幕材料, LTPO技术, 所以实现了从1赫兹到120赫兹刷新率的自适应动态调节。 那大家都知道, 自从手机高刷普及之后, 功耗就成了谁也躲不开的难题。 那有的机型为了保证大家的续航体验, 会在选择开启高刷之后将2K降到1080p, 其实会损失一定的屏幕细腻度。 那LTPO则是从技术上解决了这个难题, 让120赫兹可以更加的得心应手。 那一加9 Pro现在可以实现1到120赫兹自适应的动态刷新率。 比如说在静态图片的时候, 屏幕刷新率只有1赫兹, 而滑动屏幕时会恢复到120赫兹。 那对应也匹配播放视频本身的帧率, 所以可以保证说在高刷体验的同时, 大大会降低屏幕的功耗。 同时, 基于LTPO的硬件能力, 1加9 Pro还带来了游戏超频响应技术, 可以将屏幕和处理器的同步频率提升3到6倍, 这样也可以降低屏幕的响应时间, 从而提升游戏操控的灵敏度。 目前官方公布首批适配的是QQ飞车, 王者荣耀, 和平精英, 使命召唤, 英雄联盟, 荒野乱斗。 其他的屏幕素质参数给大家打在公屏上, 2K 120赫兹, 原生10比特, Display Mate表示1加9 Pro的屏幕, 堪称完美了。 那在性能方面也不必多说了, 骁龙888, LPDDR5, UF3.1, 当前的旗舰三件套吧。 此外它搭载的是4500mAh的电池, 支持65W有线快充, 我们也实测了充电速度, 表现还是令人满意的。 那50W无线快充也很快, 官方数据是43分钟可以充满100%, 同时还支持反向无线充电。 那最令人惊喜的其实还是系统方面啊, ColorOS 11 for OnePlus终于来了, 那轻OS融合了ColorOS, 同时又保留了一家特色的功能。 那我也很好奇啊, 大家是更喜欢原先的轻OS, 还是喜欢现在融合了之后的ColorOS 11呢? 那大家可以扣一扣二, 我们弹幕里面来互动一下。 OK, 那以上是带大家一起体验它的哈苏影像系统, 然后同时也讲了一下它的参数和配置等等。 那最后一点点时间想跟大家聊一聊它的工业设计。 我们拿到的一家9 Pro呢是闪银, 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配色啊, 很有一家的气质, 也有哈苏的味道, 让我觉得说是一种理性克制的感觉。 闪银是首创慢反射的渐变纹理, 那后盖磨片的纹理雾度呢, 由上而下不断渐变, 叠加上亮面玻璃就会呈现出 从上端的雾面到下端的镜面效果, 我觉得还是非常漂亮的。 整机重量是197克, 那手感还是比较舒适的, 说实话有点不忍心套上手机壳。 正面采用微曲面屏, 在保证曲面弧度感的同时, 也会带来更加贴近直屏的观看体验。 那如果你是裸奔不带壳使用的话, 一定要记得把出厂贴膜撕掉, 感受一下来自一家9 Pro 最原始的有机曲线。 OK, 以上就是本次一家9 Pro体验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带着传承哈苏时间历史的一家9 Pro, 也通过富有哈苏色彩的光影瞬间, 带大家穿梭了一把世界各地空间。 哈苏影像, 顶级屏幕旗舰性能, 再加上全新的系统, 那我想问大家的是, 这是你期待的一家9 Pro吗? 那也欢迎大家能够在评论区和互动区给我们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当然也更欢迎大家能够加入我们的粉丝群, 我们一起聊聊科技, 聊聊生活。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体验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Eva, 这里是Eva的科技生活,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